他就停了 就这样子 那么后来我一听 我想到不敢当场给他做承诺 我就给他说 我说你这个功能挺好的 但是我建议你放到二期 一期我们先把基本的实现了怎么样 他说好 他说好 你看也不增加我们的成本 二期我们到时候还可以再另收一次钱 所以我们回来做 把这个还是要给他做进去 然后下面做一个标识 表示在下一个版本去实现 那么当然了 基于这样的一个例子 其他的也都类似 看自定我们菜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聊到哪一块 你考虑到会有跟我们对象相关的 比方说 显示我们的命令列表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命令列表对象 对不对 就会有一个命令列表对象 那么你就得考虑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个集合 这个集合是什么 是什么 有哪些字段呢 或者属性呢 我们下面也有 包括我们在添加命令的时候 也会有 会有这样一个命令 这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有这样一个属性 包括命令名称 命令的 命令的类别和命令的关联下 你看 这样子我们 这个文档才是可以去拿给我们设计的 对不对 很多时候 你看你的一个UML的里面的最基本的用力图画好了没有 也 也有一个检验的方式 就是什么呢 你假想你就是设计 或者你交给设计 你问他 你拿着这个图 你能不能做设计 如果说你想象一下 我们把它删掉 如果说这个拿给你去做设计 你肯定在做设计的时候 你会问 这个命令 命令它应该有哪些属性啊 或者命令这个对象应该如何去定义啊 对不对 你不要去问什么命令的 命令的字段有哪些 后面我讲设计 我会讲到 我们不会 我们顺利固设计是最后做的 顺利固设计是最后做的 好 所以 我在这块也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 这是控制 我们的命令字定义 还有我们的一个语音识别 还有我们的语音识别的过程 这些图我就不细化了 因为以前我都给大家讲过啊 就是摆几点 注意线不要用错了就行了 线啊方向啊 不要用错就行了 然后我回去就整理出了这些图形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步的设计 第三次设计 我用用力图 时序图和我们对象图 来做我们具体的用力 你看我们第二步的时候都还是用的包 对不对 第三步我就有点凶了 我就开始用这些了 我还画了一些时序图 这个图没画完整 你看 这个时序图 是不全还怎么回事 我看一下 这个时序图没画完整啊 有的时候我画图也有点省略 而且这个图形还不是我画的 这个图形好像还不是我画的 所以我带着什么 我看一下其他的 去帮小孩这样画没有 再画了一个活动图 反正就是按照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画三张图 这个原则 如果你觉得有比较复杂的这个流程 需要分析 我们就画活动图 我们持续图 明白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过程 那么第三个过程之后 我们的就有很多这个用力的细化了 对不对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去考虑我们的第四个步骤 第四天我又过去了 说 跟客户说 你看 这个图形是不是你说的这个内容呢 大家注意 我们做好了这些内容 你不管你是当天按照天还是按照周 还是按照阶段 还是最后统一 一定要给客户确认 对吧 这个一定要有验证过程去修 你可以当场 你可以当天 你可以按周 你可以按阶段 这个你自己灵活安排 反正要有确认 而且每次最好包括客户变更啊 或者干嘛的 你都要有记录 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啊 而且需求确立 真正他确立了之后 要有凭证 不管你知道他签字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就拿过去 看图说话 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文本的朗读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他肯定看不 单让他看 他看不懂的 你要拿着这张图 跟他讲 指着这张图给他讲 我会告诉你 他理解起来很快 比你单纯的用嘴讲 理解的快 好 他说 就是这个过程 好 那你说 我们就回去开发了啊 是吗 当然不是了 对不对 最后你开发出来 寄托石 然后那个 哎呀 这不是我想要的 开个玩笑 因为我们以前 做程序玩的时候 大家常常会说到 哇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惨不忍睹 很多人说 界面 反正只要我把功能实现了 那界面还不是小菜吗 结果很多程序 最后往往发现 他死就死在界面上了 所以 这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就要 去画界面原型 你说 界面原型 谁来画呢 美工 no 就是由我们的需求来画 就是由我们的需求来画 当然 你在画的过程中 可以去 去要求 有美工 或者我们交互设计的 这样一个支持 这样一个支持 因为你是跟客户 直接沟通者 你画界面原型 是最 最清晰的 除 除非是什么呢 你什么都不会 你说 你就是个市场原员 那就没办法 那 在那种情况下 就是 市场原员 只是客户的一个传话筒的话 那那个时候 对于我们而言 如果我们是个需求团队 那那个时候 我们客户就不是客户了 我们的客户就不是直接客户了 我们的客户就是市场原员了 明白吧 所以需求这个环节很重要 之前还有朋友告诉我 他说我们公司 我现在不做项目经理了 他说我们公司成立了一个需求部门 他我来当这个部门经理 他说这个部门 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我就说有必要 太有必要了 然后他 他说那这个需求的收集和 和这个需求的设计 有需不需要定义需求设计 这个角色 我说如果你们有足够的人手 我当然建议要有 要这样一个专人 但是如果你们有足够的人手 反正就是一人身兼数决嘛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这种看法 那个小伙子 差不多也做了十年的这个项目了 然后他本身也做项目经理 做了很多年也很有经验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最后大家做的 这个看法都是一致的 就需求一定要经过整理 和规范统一的设计 所以我们就回去 干嘛呢 回去做我们的第四次需求 第四次需求就是 用户体验和沟通上的需求 包括沟通用户器材界面 用户的操作习惯 用户的输入 这里头你不要简简说 你希望什么样的布局 不仅仅是布局我们的界面 有的时候举个例子 很简单的 我们很多时候写一个项目 在输入表单的时候 都是用Tab Tab键 切换到下一个输入框 对不对 但实际上在 我举个例子 就拿是医院的那个病患系统来用 开药 药系统 你注意观察 他们在开药的时候 输入那个代码 可能他只用小键盘 输入代码 直接回车 就下一下 再回车 下一下 再回车 当输完的时候 就提交 对不对 那么这样子是不是 速度会很快 给你个大键盘 先输两下 然后就按一下Tab 再输两下 按一下Tab 最后呢 到那个点击提交那 你按Tab还不管用 要开始按鼠标 拿鼠标一道 当然按一下提交 你想想 这个系统是不是就不易用了 对不对 所以作为好系统 这方面都会做得很好 就是什么呢 回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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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提交了 就是完全可以扔开 这种我们的鼠标 再举个例子 我们很多时候 在做BS结构的系统的时候 我们前 比方说 就写一个论坛程序 就论坛程序 你好不容易写了一篇 三千文洋洋傻傻的 慷慨激扬的这样一个帖子 然后突然 要不你一点提交 你突然发现 我网断了 那你就想 刚刚三千字啊 你一返回去 发现刚刚那个书框 你没清空了 那这个时候是很痛苦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备份 那篇帖子 他就不会再去翻了 对不对 所以 但是商业系统 他会怎么去做 他会记录你的这个缓存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界面上很重要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不光要沟通界面的这些布局啊 这些内容 那么在这一次我们去聊 聊了之后 在聊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当场去画一些界面的草图给他看 把布局这些画出来 把像我刚刚说的要不断的回车那些用文字记下来 对不对 然后 回去设计 回去设计自己去设计 遵循原则 文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实 实际原型 也就是说 遵循这样的一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制作过程 制作原型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要参见一些很好的原型工具 那么如果你认为你手绘能力强 你就手绘 只要你能说清楚 手绘完了 拍照 这就是你的原型稿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方便 而且效果不够好 而且不太容易实现出他们的切换 你就找一些原型工具 比较著名的原型工具 我说一下 我们WinFol Web Mobile 我分这三个领域来讲 WinFol 我们可以用Vitual 或者 我常用的吧 Mockups 还有Blend 各种各样原型工具很多 大家可以去找 Web可以用Actual Mockups Blend Blend的芯片 好像可以 如果手机上面 可以用Mockups 和Blend 所以 这样子中期所述的话 我们就考虑用我们的Mockups 那么这个Actual 实际上做Web 就是你做BS结构程序的时候 用Actual来做原型 是最漂亮的 是最爽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Mockups 怎么样来做原型 这个工具大家可以自己装一下 这就是这个工具 上面有几个类别 所有 Big Button 就是按钮 常规的一些空间 容器空间 布局空间 还有一些标 就是标注性的 还有媒体 你看这些播放器啊 什么的 文本 还有专门foriPhone的 那么 从这些角度来说 我们做一个 比方就拿我们的 这个iPhone来说 我们要做一个界面 它要有一个弹出方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界面 多简单 再放一个 拖到哪是哪 你在Comp这 放一个按钮 放一个这个 放一些文本 放大 这边就是它的一些属性啊 这上面是边际 包括把它制到前 前面还是制到后面 这个是分组 是否分组 我可以选中 它们几个来进行分组 让它们再一组 group 它都拖动的时候 就一起拖动了 刹按钮 还有pick 时间的选 是iPhone上面的 好 那么这个是它的layout 是在最前头这一层 还是在最后头这一层 你可以把它send to back 这个是z轴的东西 大小 是否自动side 就是根据它文本 自动side 这是不是要在这上头 加一个图标 比方说 你看 用按钮就加个图标 还挺有意思的 这是链接 就是用来切换 它们的导导航的 导向的 这是具体的 下面的一些字体的设定 等等 好 我再建一个 我把这个保存一下 一 再建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 这样子 再加两下 可以扩大一点 它这个比较简单 好 我们把它分个组 就可以一起移动了 给它保存 这是二 下面我来点了这个按钮 让它移到二去 在这有个link 看到没有 直接就可以移到二了 这上面有放一个按钮 让它一回一 保存 下面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来 看一下这个效果 点一下全屏 好 我们这 比方说 这就是我们画的一个界面 比方 就是我们画一个 我点这个按钮 切换到二了 看到没有 我们再点这个按钮 又切换回一了 是不很有意思 大家觉得这样的话界面快不快 是吧 是不是很爽 但也有不爽的 这工具很奇怪 好像不支持中文 还好我现在一般都不怎么做中文的手机程序 你比方说我想输一个按钮 你看不管用 这个工具这点有点恶心 所以我更倾向于 如果大家用英文觉得表述足够的话 你就用它 或者大家自己去找一下中文版 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中文版 反正我觉得工具倒挺好用的 而且画出来效果也不错 效果也不错 包括你比方 你要做别的 不光是手机的程序了 你要做别的程序也很方便 我们在这放一个scope 是不是蛮方便 是这样子 你很快就能画出一些东西了 好 这个工具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当然还有 for我们的BS结构的actual 也是很好的一个工具 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用 类似于dreamweaver 但又没有dreamweaver那么复杂 actual axure 这个工具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对页面的一些组织 然后你这个下面需要有哪些页面 你自己给它起上名字 这是它的组件类型 有哪些组件 下面是键模板页 也就是它的那个header和footer 可以公用的这些页面 这些part 这个很容易理解 比方说你想在上头放一个菜单 这是纵向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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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